字幕作词 李宗盛 大家好,我是ElaQ Cathy 我们除了有收买自己品牌的编织成本之外 都有提供编织课程 如果大家喜欢我们的课程 可以联络我们,预约我们的课程 今天想教大家做这款 由Cathy自己设计的叮当锁匙扣 大家都可以用它来做耕针、发夹,其实都是可以的 做这款叮当锁匙扣要用到的材料 线、锁匙扣、小铃铛、眼睛 用到的工具有 勾针、剪剪、缝衣针、钳 现在开始勾积示范 勾叮当的头部 第一行勾四针锁匙 第一针、第二针、第三针、第四针 四针锁匙好 把这些勾针锁到第一个锁匙位 翘线拉出来 做针引拔 第一行完成 我们现在开始勾第二行 第二行在这个大圈里面勾十三针长针 首先三针锁针当起立针 一、二、三 再在这个大圈里面勾十二针长针 第一针 第二针 第三针 第三针 第四针 第五针 我们按照相同的方法 在这里勾十三针长针 包括起立针的十三针长针勾好 即是勾针锁到起立针的第三个锁针位 翘线拉出来做花针引白 第二行完成 我们现在开始勾第三行 第三行是勾十三组两针长针 首先三针锁针当起立针 第一、第二、第三 在同一个锁针位勾针长针 第一组两针长针 在下一个针位勾第二组 第二组 第二组 下一个针位勾第三组 第三组 最下一个针位勾第四组 四组两针长针勾好 我们按照相同的方法勾十三组 十三组两针长针勾好 将一支勾针锁针落起起立针的第三个锁针位上 翘线拉出来做花针引白 第三行完成 我们现在开始勾第四行 第四行是要勾十三组单元 每一组单元是一个针位勾两针长针 第二个针位勾一针长针 前三个单元用白色线来勾积 后九个单元用蓝色线来勾积 首先三针锁针当起立针 第一针、第二针、第三针 在同一个针位勾针长针 在下一个针位勾针长针 这里是第一组单元 我们现在开始勾第二组单元 这个针位勾两针长针 去回下一个针位勾一针长针 第二组单元勾好 现在勾第三组单元 在这个针位上面勾两针长针 去回下一个针位勾针长针 因为我们这里要转蓝色的颜色线 所以在最后一针的未完成针来就行转线 拿蓝色的线、翘线同时拉过勾针上面的两针 这样就完成了转线的动作 第三组单元完成 我们现在开始勾第四组单元 在下一个针位勾两针长针 第四组单元勾好 我们现在开始勾第五组单元 下一个针位勾两针长针 下一个针位勾两针长针 第五组单元勾好 转过去背面这边 剪走多二的线头 现在开始勾第六组单元 下一个针位勾两针长针 下一个针位勾一针长针 第六组单元勾好 我们按照相同的方法 勾十三组单元 十三组单元勾好 将这勾针针到起立针的第三个锁针位 翘线拉出来做花针引拔 这样第四行完成 我们现在开始勾第五行 将湿别扣扣在引拔针上面 在下九个针位勾九针引拔针 第一针 第一针 第二针 第三针 第三针 第四针 第五针 第六针 第七针 第八针 第九针 在下四个针位勾四针短针 第一针 第二针 第三针 第四针 在下四个针位勾四针中长针 第一针 第二针 第三针 第四针 在下十个针位勾十中长针 第一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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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针 第二针 第三针 第三针 第四针 第二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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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3针 第4针 在下4个针位 勾4针短针 第1针 第2针 第3针 第4针 在最后2针上面做2针引拔针 第1针 第2针 第5针 叮当头部的一面就完成 撈少许线 把线剪断 把线抽出来 扣拿下来 把线拉到背面 当头部正面勾好 我们按照相同的方法 拿蓝色来勾叮当的背面 叮当的背面不用间随 一片的头部背面都勾好 现在勾叮当的眼睛 我们用环形起 在这个圈里勾10针中长针 先是2针锁针 当成立针 第1针 第2针 接着在这个圈里勾9针中长针 第1针 第1针 第2针 第3针 第3针 第4针 第5针 第6针 第7针 第8针 第9针 第9针 扯紧线 我们留一点线 把线剪断 抽出来 把线穿在缝二针上 从这个锁针位里面穿过 扯紧 再穿回 这条线的出线位 其中的一只眼睛完成 我们按照相同的方法再勾另一只 现在勾叮当的鼻角 首先勾三针锁针 第1针 第2针 第3针 把这些勾针锁到第一个锁针位 翘线拉出来做花针引白 第1行勾好 现在开始勾第2行 第2行在第1行形成的这个闭合圈里面 勾6针短针 首先一针锁针当成立针 再在这个圈里面勾6针短针 第1针 第2针 第3针 第4针 第5针 第6针 6针短针勾好 我们将条线抽出来 将条线穿在缝二针上面 将缝二针从这个锁针位里面穿进去 再穿回去这条线的出线位 叮当的鼻角就勾好 现在将叮当的鼻角和眼睛缝上去 如果大家不喜欢缝合的话 都可以直接用胶水 将鼻角和眼睛黏上去 那我们现在开始缝合 先缝合鼻角 如果缝合完成 我们现在开始缝两只眼睛 叮当的鼻角和眼睛缝好之后 我们将眼睛黏上去 叮当的两只眼睛黏上去 我们开始缝合头部 我们将叮当头部的正面和背面相对应 接着进行缝合 我们缝合一大半的时候 就将棉花填充进去 適量的棉花已经放进去 Kathy觉得不用放得太满 那我们现在可以继续继续缝合 叮当的头部缝合完成 现在将叮当的酥瘦上去 酥瘦好之后 在白色位相对应的底下 勾叮当的红色圈圈 拿红色的线 将来勾出来 在这里勾八针引八针 第一针 第二针 第三针 第四针 第五针 第六针 第七针 第八针 好 把线抽出来 留一点线头 把线剪 我们将剩下的线 放在叮当里面 现在多疑的线头都收好 叮当的勾织完成 我们现在再装上铃铛 把小铃铛 安装在红色位的中间 叮当的小铃铛 安装完成 我们再将锁匙扣安装上去 我们将锁匙扣安装 在两只眼睛中间 对应的顶部 锁匙扣安装完成 叮当锁匙扣的製作就完成 如果大家喜欢我们的影片 可以去到Youtube上 订阅、订阅、订阅 和留言 我们的Youtube频道 多谢大家收看 嗨